字幕提供 hello大家好 我是西西 现在还有人不知道 间谍家家酒吗 有超帅超想家的间谍爸爸 还有超能力演绎女儿安妮雅 以及天然单杀手妈妈 整个就是一个超胖组合啊 那现在呢 其实有很多动画里面都有女杀手 我们今天就来带大家看看 到底还有哪些又帅又辣的女杀手吧 美而不自知的约额战斗力爆表 但是生活家世 尤其是厨艺方面是一窍不通 跟我相反 她普通的身份呢 是柏林特市政府的公务员 但实际上呢 是暗杀组织花园里的超强杀手 代号是睡美人 武器是这个争状的苦无 她会接受代号为店长的指示 进行针对麦国奴的暗杀行动 平时的客戚呢 有点天然过头 但只要家人碰到危险 就会进入 杀手状态 简单来说呢 月儿就是 只可远观而不可泄万烟 但应该也没有人碰到她啦 第二个是暗杀教室的 伊丽娜耶拉Bitch 她要性感奶超大 最喜欢跟一般的学生互相伤害的 Bitch先生 在动画里呢 她是一般的英语教师 名字的发音Vitch 发音就是很接近 Bitch 所以学生们都戏称她是 Bitch老师 那其实呢 她是一个职业杀手 被政府聘来暗杀杀老师 她很有自信 也有令人惊艳的美貌 还精通多国语言 她伸藏所有敌人 在将她杀害 但是她用在普通人类身上的方法呢 是没办法杀死沙老师的 所以呢 她只好一边跟沙老师斗智斗勇 或是她单方面被戏弄 一边继续当老师 后来呢 也跟一般的学生变成一师一友的关系 最后跟物件老师结婚了 战斗力爆表夫妻党就此诞生 接下来是名侦探柯南的贝尔摩德 可能要说苦爱酒 大家比较知道是谁 她是黑衣组织里面的重要成员 真实的身份呢 是美国女星 沙朗温雅德 因为某种原因呢 她变年轻又不会变老 所以她之后都对外宣称 她是沙朗的女儿 贝丽 哦不是啊 克里斯温雅德 她擅长易容术与变身术 在各方面的能力呢 都非常的出众 几乎是反派版的玛丽苏 早期跟宫藤有希子 也就是柯南的妈妈 在第一代怪盗基德 黑语道义的门下 学习易容术 所以呢 她跟有希子就成为了 图摩达基 但是贝尔摩德的变状术 比有希子高明 她又能够微妙微翘的 模仿别人的声音 但有希子不会 就像数学一样 不会 就是不会 在288集中 曾经被柯南还要小兰救下 所以呢 她跟柯南也算是 一敌一友的关系 那这边稍微补充一下 她的人物原型 作者青山钢昌说过 她是鲁邦三世里面 风不二子的邪恶面 而宫藤有希子呢 就是来自善良面 就像把风不二子对半劈开 分成了一个好人跟一个坏人 但是贝尔摩德 其实也不完全是邪恶的啦 那这部分我就先不爆雷了 总之呢 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角色喔 接下来是黑直视的梅玲 她是梵多姆海武家的女佣 红色的头发戴着远视眼镜 用奇怪的地方口音说话 对塞巴斯星抱有好感 她做事非常的迷糊 会被塞巴斯星吐槽说 她的问题根本不在于视力好不好 而是自己的脑袋 有超级严重的远视 因为眼镜度数不合 所以她戴着眼镜的时候 视力非常的烂 但拿下眼镜之后 以裸式射击超级神准 堪称移动式狙击枪啊 在成为女仆之前呢 她其实是清国上海青帮的狙击手 萧 萧到底是多少杀手的爱用名啊 她被青帮下令暗杀 凡多姆海武伯爵的时候失败了 被塞巴斯星抓到之后 因为她欣赏她的能力 所以她就邀请她成为 凡多姆海武家的女仆 拿下之后她的性格 也会变成极端的冷酷 不喜欢用狙击镜也不需要 眼镜也会拿掉 把步枪当手枪一样使用 也擅长使用双枪 在马戏团篇呢 她直接用步枪把敌人一枪爆头 也是个超级可怕的行走兵器哦 下一个 展赤红之童的女主角赤童 这部故事还蛮酷的 简言言之呢 就是大死龙光的故事 简单介绍一下 故事背景呢 是类似在古代某个时代 帝王还是个小孩 大臣把握大权 为族糜烂生活 命不聊生的状态 而Night Ray呢 就是当时的一个反抗者组织 不只呢会刺杀敌军高官 也专门接受委托杀人 而女主赤童呢 是Night Ray的最强战力 帝都传闻中最为危险的暗杀者之一 拥有红色的眼睛 跟一头飘逸的黑色指法 整天暴影暴食 但不曾走行的身材 战友都叫她 可爱的美少女 其实呢 她就是一个天然呆吃货 偏是沉默寡言 很少流露自己的真实情感 但她非常重视自己的伙伴 长年暗杀的经验呢 让她散发出 跟年龄外观不相称的 强大气场 在战斗中的紧急时刻 依然能够冷静思考 一极致命 口头禅葬送 完全就是一种 对敌人的死亡宣告啊 有一个妹妹叫做黑童 小时候姐妹俩呢 被迈到帝国的暗杀者组织中 培养成杀手 从一百人之中 选为只有七人的 精英暗杀队员之一 被送到边境 作为暗杀者进行训练 在不断的暗杀中 感受到了帝国的黑暗 所以在某次任务 被目标纳捷塔 也就是Night Ray的Boss说服 加入了他们的组织 其实呢只要讲到杀手或是间谍啊 大部分都会跟国家或是利益有关系 所以日常泡面翻就比较少看到这种设定 但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因为女杀手这种形象就是 独立自主强大可言可甜 赞! 那你们最喜欢的女杀手是谁呢? 或是有我没有提到的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拜拜